男人刚从一场空难中死里逃生 结果好不容易游到岸上 却发现一大批丧尸正在袭来 一名同样幸存下来的士兵仗着手里的喷子 果断抛下他独自逃命 而另一名腿部受伤的士兵就惨了 当场被丧尸活活吃掉 阿伟见状赶紧将空头箱拖上岸 接着捡起一块生蚝拼命的砸锁 在尸群扑上来的一瞬间 他成功取到了里面的武器 解决掉几只丧尸后 阿伟拿起里面的三极甲钻进了小树林 随后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换下湿透的衣服 在这个丧尸遍地的非洲大陆 阿伟只能继续开启漫无目的的求生之路 谁知刚走进一片玉米地 就与一只丧尸迎面相撞 好在阿伟手速够快 抬手一枪就解决了丧尸 惊魂未定的阿伟不敢多坐停留 以最快的速度穿过了玉米地 旁边就是一座小村庄 但这里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确认屋里没有丧尸后 阿伟看向旁边的小货车 没想到发动机还能正常启动 他赶紧从屋里拿出一桶汽油 给油箱加满后 再用千斤顶把汽车顶起来 然而就在他安装轮胎的时候 却不知道一大批丧尸正在缓缓逼近 阿伟一转身 被突然出现的丧尸吓得菊花意境 他果断掏出手枪解决丧尸 没想到枪声却又引来了更多的丧尸 来不及磨蹭 他急忙将油箱和备胎装上车 再把轮胎上的螺丝也拎紧 然后坐上汽车启动引擎 终于在丧尸铺上来的时候 一脚地板油成功逃走 可开出去没多久 就遇见刚当独自逃走的队友 阿伟看着他就来起 于是果断从他身上碾压过去 离开时还不忘填包 眼看丧尸又追了过来 阿伟只好继续赶路 没想到在经过一处坑洼路段时 车轮却打滑了 他胆紧下车清理石头 可刚搬开没几块 附近的丧尸就赶了过来 阿伟只好再次上车试图开走汽车 却不料轮胎依旧原地不动 无奈之下 他只好下车与丧尸疏死一搏 但没想到只开了一枪 子弹就已经打光 这下完独自了 只希望丧尸能给自己留个权势 可突然响起的枪声 又将他从丧尸的口中救了下来 原来是本地的士兵 得知阿伟没有被咬后 老黑叫他赶紧上车 随后又帮助阿伟把汽车开了出去 毕竟救了自己一命 阿伟还是决定带着他一起离开 在病毒爆发之前 两人原本是敌对势力 但随着病毒的蔓延 阿伟所在的部队不得不乘坐飞机紧急撤离 可让他们没想到 其中一名士兵感染了病毒 导致飞机坠毁在了海面上 现在阿伟只想赶去机场 然后再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 而老黑原本是防疫站的一名助手士兵 因为病毒席卷了他的村庄 幸存的儿子被带到了安全区 所以他要找到自己的儿子 了解了彼此的情况后 两人决定互相帮助 老黑先送阿伟去附近的机场 然后再开着他的车去找儿子 随后他们经过一座村庄 准备在这里搜寻一些物资 两人小心翼翼地检查每一间屋子 很快就被一间用木板封住的房子吸引了注意 阿伟刚凑上去查看 就被里面的丧尸贴脸开大 两人吓得赶紧开枪 解决完丧尸后 在里面发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 老黑还在外面抓到了一只鸡 晚餐总算有着落了 他们继续朝目地地进发 眼看就要到达机场 结果汽车却没有了 两人只好徒步前往 可来到机场之后 却并没有看见飞机的身影 只找到一架报废的 阿伟来到塔台呼救 也没有得到回应 好在老黑找到一箱汽油 阿伟只好跟着他一起前往安全区 等到两人来到汽车旁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老黑负责警戒 阿伟负责给汽车加油 在解决一只丧尸后 两人顺利地离开了这里 一路上丧尸随处可见 阿伟不敢停留 连续开了几个小时 可一只突然出现在前面的丧尸 让阿伟下意识地躲避 不小心把车开下了马路 见四周一片漆黑 老黑让阿伟赶紧开灯 可阿伟却说灯光会引来丧尸 但附近明显有丧尸正在接近 为了能确定他们的位置好进行反击 老黑再次要求阿伟打开车灯 两人赶紧下车 开始与丧尸展开正面对决 老黑冲上去手起刀落 轻松让丧尸脑袋搬家 阿伟掏出手枪一瞬间 就解决了大部分丧尸 显然这几只丧尸根本就不够砍 两人很快就杀出重围 随后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安营扎斩 还顺便把白天抓到的那只鸡也烤了 饱餐一顿后的两人开始睡觉 不得不说他们的心真大 这样的环境下也能睡得着 还睡得像死猪一样 甚至连陷阱发出的声响都没听到 直到丧尸扑向两人 阿伟反应迅速逃过一劫 可老黑就惨了 当场被丧尸咬到了脖子 虽然两人最终合力击杀了丧尸 但老黑已经感染了病毒 天亮以后 阿伟扛着老黑来到一棵树下 在弥留之际 老黑把胸前的吊坠交给阿伟 让他去安全区找到自己的儿子 说完便失去了意识 阿伟开枪送了老黑最后一程 随后独自一人往安全区走去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阿伟这次学聪明了 选择在树上露营 安全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他继续朝木地地出发 根据老黑交给他的地图 只要穿过前面这些陡峭的岩石 再经过一片沙漠 很快就会到达安全区 虽然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丧尸 但好在最后成功爬了上去 一望无际的沙漠映入眼帘 阿伟很快就被炙热的高温烤得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 一只身穿防晒衣的丧尸 阿伟嘴角微微上扬 干掉丧尸后果断巴下他身上的衣服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徒步 他终于来到了安全区 门口早已布满了丧尸 里面的幸存者看到这一幕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果断给他打开门 还给他安排了食物和水 幸运的是 这里还有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 把设备修好后 阿伟成功联系上了自己的部队 但得到的消息却是绝望的 因为丧尸病毒已经蔓延到了美国 而自己的家人也生死不明 部队根本就无法派飞机前来营救阿伟 希望变成绝望 阿伟彻底崩溃 更糟糕的是 安全区的房门已经被丧尸攻破 幸存者们开始慌忙逃窜 看着丧尸正在疯狂地袭击幸存者 阿伟没有选择帮忙 也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心灰意冷地站在原地等待死亡 手中还拿着老黑留给他的吊坠 就在这时 一个男孩认出了阿伟手中的吊坠 他知道男孩一定是老黑的儿子 于是亲手把吊坠交给了他 因为这个男孩的出现 阿伟再次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